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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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来后面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装备拿去分解了之后 如果你再重新锻造 精炼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就可能比方说我做一个武器吧 我做了之后 然后没有出转属 但是我的精炼可能已经跑到一半了 我拿去分解 分解了之后 我又重新做过 它的精炼效果也会从一半开始 下面那句话我觉得是在玩文字游戏 以优化后锻造系统 精炼系统的总消耗 与优化前锻造系统的总消耗 保持一致 不会对执政官们造成负担 因为我看过官方之前发出来的通知嘛 它是讲精炼的时候 所需要的材料是锻造一样的数量 所以我理解是这样子 但是它这边写出来的东西就 让人有一点不舍明白啊 接下来就是装备限制 之前我理解错误 我以为前面的KVK都不能用装备 实际上是讲征服赛季的装备 也就是讲我们可以在征服赛季获着的图纸 是不能在前面的KVK用的 至于有什么装备是限制的 下面已经列了一个列表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样子的改版呢 是好事情来的 因为有很多玩家在征服赛季拿了一大堆装备之后 回去K2K3 带那些原住民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原住民来讲是好事情来的 再来第四点 水晶宝像不会再获得图纸碎片 而是直接获得一个完整的图纸 不过也是一样是有概率性的 同时讲始终也会增加资源道具与加速道具 这边呢 我觉得官方他是讲 哦 我们会放完整的图纸 不过我们的加速跟资源也会跟着增加 资源啊 如果是写材料的话我觉得还好 但是他这边是写资源耶 也不太可能官方写错吧 材料跟资源是不一样的东西耶 不过我最怕的就是到时候官方会把图纸的概率降低 其他的东西全部概率升高 就像我们现在黄金宝箱那样子开催的东西全部都是垃圾来的 其他优化 铁匠普断造的材料数量会提升 但是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啦 在VIP商店增加蓝色图纸碎片 还有绿色的图纸碎片 一站商店材料类道具出现的概率会提升 再来其他副本活动也是会调整材料 包括有日落峡谷 黄金之国 暗影入侵 伊恩之格 赛罗利的危机 以上就是官方正式发出来的公告 不过公告里面没有写到什么时候会更新 他只是跟我们确定说之后会改这些东西而已 但是以我对历史的了解呢 我认识了他快三年时间 他不可能这么好心呢 我们换个想法去想吧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容易拿到材料的话 很容易拿到图纸 就变成人人都有装备 到时候我们要拼的就是金装 金装你拼 又没有拼到专属 你就要丢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材料下去 这个可能是个大坑欸 因为我们之前的材料有八种 而不是现在四种而已 那么少了一半的材料 我们就会觉得 诶 这样子我们收集材料不是更简单的吗 这边就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官方里面的小心思 ok 他给你的材料 你要收集的材料更少 从原本的八种变成现在的四种 就变成我们很容易拿到这些材料 很容易拿到这些材料之后 自然你就会去锻造金装 金装一直出不到专属 但是别人一直出专属 你就会想办法去拼专属 就变得你更需要更多的材料来锻造专属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官方又出炸弹活动 小锤子水晶球活动 就是为了要给我们更多管道去拿到图纸 拿到材料 但是很明显的比起以前我们的装备系统呢 我们现在花的钱反而比之前还要更多 虽然我还不知道精炼系统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但是之前的通告有讲到 如果要精炼的话 要拿跟装备同等的材料去精炼 如果出现精炼系统之后我们出现专属的几率 越来越低了呢 虽然官方嘴上是讲没有改变跟之前一样 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实际下降低了 我们也不知道呢 有了精炼系统之后官方就更加肯定 每一个玩家会专门去拼金色专属 现在我们还有部分玩家是搞紫色专属 而不是搞金色的 但是出现精炼系统之后 搞金色专属的玩家就会大幅提升 就会变成满街都是金色专属 如果你自己也不搞金色专属的话 你出去就给人家打 如果你要搞金色专属 你的材料资源图纸到底够不够用 不够用的情况下 你会磕金会去买宝石对不对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点 可能有些玩家他们的看点不同 觉得这个改版之后对他们来讲是好事情 不管怎样以上就是官方的公告 我们也不能讲什么东西官方都已经决定了嘛 那么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今天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把广告看完 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咧 嘿嘿嘿嘿 请不吝点赞